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我是老五,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美国国务院回应大陆扣押台湾渔船事件呢 咱们可以从美国人回应的这个态度里边,能够看到美国人现在有多难受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大陆到底为何要扣押台湾的渔船 仅仅只是为了要吓唬一下民进党吗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当然有背后的一个原因 今天还得要跟大家聊一聊,接下来未来在台湾海峡,在台湾问题之上 大陆将要如何做下去 大家看清楚大陆主要的一个目的 大家也就知道未来将要如何发展 台湾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境地啊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 首先啊,咱们先来看看啊 美国国务院到底如何回应大陆扣押台湾渔船这个事件呢呀 然后咱们可以从啊,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回应看到美国人的尴尬 但是不仅如此 还能够看到大陆啊,是为什么要扣台湾的这个渔船 然后啊,很多的媒体报道称啊 这就是啊,这个大陆要对啊,这个赖兴德施压了 大陆要表示啊,自己强硬的姿态了 我跟各位讲,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仅仅展示一个态度 就搞这种动作没有任何的意义 尤其是对于大陆政府而言 从来都不是啊,为了这个展示态度而展示态度 他自然而然有背后的一个原因 有自己要达到的那个目的 这个目的,大家如果要看清楚了 大家也就知道两岸的局势最真实的那个样貌 到底是什么呀 那咱们先看一看啊 这个媒体是如何报道啊 美国国务院评论啊 这个这个大陆扣押台湾渔船这个事件的 首先呢,这个新闻啊 是台湾的蓝营的媒体啊 联合报以电子邮件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询问啊,这个美国国务院 我相信大家也会觉得啊 多多少少有点诡异啊 对不对 你台湾有点什么事 你自己不争气 你自己没出去跑去啊 问美国人,你丢不丢脸呢 什么叫伪政权 什么叫叛乱政权 大家看明白了吗 这,这连,这连叛乱政权啊 都已经啊,都已经不如了 这是完完全全伪政权 就完全靠着美国人扶植起来的一个政权 一遇到事啊 美国爸爸赶紧赶紧给我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呢 对不对 不过呢,咱们可以从美国国务院这个回应 能够看到台湾人你自己看吧 这就是你的美国爸爸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你指望美国爸爸 你好好的去指望 你也可以好好的去想想 美国人为什么会是这种态度 美国人现在啊 有这种态度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好好想想这些问题 你有了答案 你也就有了啊 对于台湾未来的一个看法呀 然后呢 这个联合报啊 电子邮件啊 询问了这个这个美国国务院啊 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回应啊 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然后呢美国的国务院啊 这个鼓励啊 这个双方啊 大陆与台湾啊 双方持续沟通 我鼓励啊 大家啊 沟通沟通啊 然后和平解决此事 没态度 大家发现没态度啊 对于美国国务院而言啊 这个世界没有好人 没有坏人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对不对 你谴责一下啊 台湾天天啊 抱着抱着美国人的腿啊 美国爸爸 你帮帮我 我们是自由民主阵营里边的盟友 我们我们啊 是是最热爱你美国的 对不对 尤其是赖星德 我反对 以美论啊 不能够怀疑美国 谁怀疑美国 谁就是大坏蛋 对不对 然后不能有以美论 要相信美国 热爱美国 然后他那么热爱美国 拿美国啊 这唯美国 马首是瞻 天天这么玩 那美国人走到今天 没态度 而且这个事情 说实话 对不对 既扣船又扣人 美国也可以呼吁一下啊 这个放人放船 对不对 可以呼吁一下 但是美国人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啊 持续沟通 和平解决 大家觉得 特别的神奇吗 美国为什么是这种态度啊 咱们先看完啊 这个美国白宫的发言人啊 那位黑姐姐啊 让皮尔啊 也回应了这个问题 让皮尔回应的 回应的方式是啊 我们华盛顿 正密切的关注啊 此事 总而言之 大家发现没有 美国官方 现在能够放出来的这些消息 大家可以看到的 都是美国没态度 美国为什么没态度 最开始跟大家讲了两个字 尴尬 为什么尴尬 那美国基于什么来判断 这个事件 谁对谁错呢 基于什么来判断 比如说啊 他说啊 这个 这个台湾错 基于台湾 这个如果是台湾错的话 那就是台湾这边 怎样了 你在这个啊 这个进补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现在这样不让你啊 去补鱼 结果你台湾的船 非得要去补鱼 对不对 你违法了 所以说你台湾错 可是美国人能 能说台湾错吗 不能 对不对 如果啊 说了啊 这个台湾错了 那这个台湾海峡的 这个主权的问题 那就一清二楚了 哎 大家感觉到一个重点词了没有 那就是台湾海峡 主权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如果说啊 美国人说大陆错 按照很多台湾的通讯啊 心中所希望的那个情况出现 那就是美国谴责大陆 美国骂大陆 美国跑去联合国 为台湾出头 在联合国痛斥大陆 对不对 按照很多台湾特别可爱的网友 估计心里边都已经开始脑补这些情况了 可是美国人不做 为什么呢 为什么美国人不痛斥中国大陆呢 这原因也很简单 你凭什么痛斥呢 对不对 你是要分裂中国的领土吗 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 它其实是一个一帆两瞪眼的一个事件 就是说大家要把自己的态度展示清楚 你谴责我大陆 你就是分裂我的领土 为什么呢 因为我大陆的海警 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我中国的警察 中国的海警在台湾海峡 执法 对不对 我在这执法 你敢说不对 什么意思 你认为我 中国海警不能够在台湾海峡执法吗 那台湾海峡是谁的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说呢 在这个问题当中 美国人既没办法啊 支持台湾 他也没办法 更加没办法 符合中国大陆的一个观点 所以说呢 他只能干干尴尬尬的在这说啊 这个双方要沟通和平解决 搅浑水 原因在这 讲到这的时候 大家看到了美国人的尴尬 没办法完全支持台湾 因为要支持台湾的话 那就是撕裂中国的主权 对不对 那你就会认为中国海警没有资格 在台湾海峡执法了 你撕裂中国的主权 那中国必然与你为敌 美国人卡在这说不出来话 难不难受 难受 不仅如此 大家还可以从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回应里边 看到什么 看到中国大陆的目的 也就可以看到接下来的两岸啊 接下来台湾海峡这点事啊 大陆接下来 今天要如何来做了 那大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扣台湾的啊 这个渔船 其实我之前就跟大家讲了嘛 就是啊 关于啊 台湾海峡的这个执法权 其实归根结底 就是台湾海峡必须内海化 台湾海峡的执法权为何重要 其实某种角度上来说啊 一中美博弈嘛 之前跟大家聊过嘛 这个欧亚海上贸易航线重要的一个点 台湾海峡 黄金水道嘛 其实啊 在这个亚欧贸易上有几个关键的点 其实都是黄金水道 台湾海峡 南海 苏伊士运河 马六甲海峡 红海 这些东西全是啊 这条啊 这个亚欧海上贸易的关键的节点 谁控制了这一条贸易线 谁就有权利嘛 因为这条贸易线 关联着亚洲的经济和欧洲的经济 谁控制了这条线 谁就于谁就对于啊 亚洲的经济啊 和欧洲的经济有了发言权 那你说亚洲欧洲这些国家 如何看待 那个控制这个海上贸易线的这个国家呢 美国大家一说就是海权海权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海权论 海权的一个体现的一些 一个特点吧 一些啊 关键的一些点 可是走到今天 大家也看到了 美国还守得住 这个亚欧贸易的海上的这条航运线吗 其实归根结底 就是台湾这件事情 大家看进去 总能发现中美博弈的一个影子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 然后大陆啊 这个扣啊 台湾的渔船 他是要什么 要给这个赖清德一个警告吗 是要给赖清德警告吗 对不对 然后赖清德表现的强硬 只不过是给了大陆一个理由和借口 来收拾美国人 对不对 你美国说呀 你美国说呀 对不对 如果说赖清德表现的特别的良好啊 也不挑衅也不挑事 对不对 而且呢 伸手不打笑脸人 冲着大陆 马上刺开一口大牙 冲着大陆笑 那大陆还真的是啊 这个下重手还得有点 有点思考一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结果呢 赖清德一直叫板 一直叫板 你叫板呀 你叫板呢 我就来点这样的一些动作 对不对 来点这样一些动作 人家还得说你赖清德不懂事 对不对 你干嘛一直挑事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赖清德一条事啊 台湾海峡的执法权就拿回来 拿回来之后 美国的影响力就受影响 台湾海峡 南海 多余市运河 红海 马六甲海峡 这些地方 大家看全都是这个世界上热点新闻 频出的一些地方 为什么呢 这就是激烈的中美博弈 带来的一些效果呀 大家可以去慢慢的观察 对不对 其实啊 台湾这点事 背后大家能够看到美国 可是美国人又无能为力呀 怎么办 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 接下来大陆拿下台湾海峡的这个执法权是一个必然 台湾海峡的内海化也是个必然 别说台湾海峡内海化 南海也是内海化 美国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有本事你跟我中国的解放军斗一斗干一干呢 他就是美国人现在的一个状态 没辙天天啊 这个真的是啊 这个哑巴吃黄连 那真的是有苦 他说不出啊 难受死了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你自己实力不济 你守不住你所谓的海权了 那你守不住呢 自然而然会有别的啊 别的这个强势的一方啊 来把这些东西来接手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人现在难受的一些关键的一些点了 然后呢 就算是我把这个实情啊 讲给大家 就是说中国啊 中美博弈要拿这个海权了 要拿这个关键的这个黄金水稻的这些点位了 包含台湾海峡 对不对 然后呢 那那那那这个事情让让美国或让台湾看到 那他们要激烈的跟中国大陆进行进行对抗 会不会影响啊 中国大陆控制这些地区呢 我跟各位讲不会 其实大家都明白 很多的人和事都是啊 揣着明白装糊涂 什么叫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因为他也确实是无奈 尤其是对于台湾而言 你让台湾人折腾啊 出头跟大陆拼命 他拼得了吗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那样 大家认为 这个民进党啊 那就是要跟大陆拼命的 假的 台独是什么 台独是工具 你从搞台独 对不对 你得抵抗 就这样的一件事情上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是真心想抵抗吗 他花钱买美国的武器 仅仅也就是保护费 我要给你留三分的薄面 美国人起码 起码嘴上你得保保我吧 舆论上你得支持支持我吧 那中国呢 也得卖你为美国一个面子啊 大家都没办法完全的撕破脸 所以说花钱买美国的武器 其实武器不到货 他也愿意花这个钱 对不对 美国人 美国人不交货 民进党一个步子都没说 为什么呢 没人傻 没人花着钱 打水漂 民进党当然也 也花着钱 得到了自己 想要得到的 也就是美国人给他 给他一点脸面 替他喊上两句话 仅此而已 对不对 可是呢 刚才跟大家讲 他要真的是想要玩台独的话 他必须要去打仗 对不对 必须要玩硬的 那民进党是要打仗吗 之前跟大家讲 对不对 从福建一个快艇 直插台湾台北淡水河口 对不对 要不要去运人码头啊 唱首歌 对不对 然后呢 直插淡水河口 插了之后呢 台湾没有任何的感觉 别说台湾 伪国军没感觉 美国有感觉吗 很多同学一说呢 美国人都不得了了 美国人培训啊 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军了 对不对 美国人怎么怎么样了 要把台湾变乌克兰了 对不对 然后他要训练特种部队了 训练个毛啊 美国有毛用啊 你看一看美国那个铺路爪的 雷达行不行 一说呢 这铺路爪雷达呢 都不得了了 在台湾有 可是呢 你有铺路爪的雷达 你天上有卫星 你就看不见 一艘快艇 从大陆直插 这个淡水河口 这不是笑话吗 台湾那 台湾的韦国军 天天在淡水河口搞军演呢 为什么呢 那叫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淡水河口离大陆很近 淡水河口又关联着台北 就在台北的边上 谁控制这片地区 谁就直插台北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那么啊 兵家必争之地 那么多演习 演过的一些地方 大陆的一艘快艇 插过来了 没感觉 你 谁认真的搞防守 谁认真的搞什么 武装保卫 谁认真的搞所谓的这个防御 谁认真 没人认真 民进党如果真想搞台独 起码得认认真真 搞一下我 我防守吧 这得没办法进攻 你防守你总得认真吧 因为你在搞台独 他连这个他都不认真 大家明白吗 大家能够看到民进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了吧 对 玩的是什么 其实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玩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清洗人心 洗涤心灵 那不就是 对不对 台湾人得支持我民进党 为什么 为什么要支持我民进党呢 民进党最硬 对台独就成为了那个工具了吗 真正硬的事 他一点都不敢干 但是的话 拿着这个工具 对不对 看起来展示强硬姿态 来吸引台湾人的支持 他是啊 有胆干 对不对 吸引了 这些台湾人 跟大陆来谈呢 你得让我民进党来管理台湾岛啊 我民进党管理台湾岛 你不让我民进党 不让我赖廷德管 台湾人给你造反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赖廷德民进党想要干的一个事情啊 台湾人是筹码 台湾人是肉盾 台湾人是炮灰啊 大陆的海警要拿回台湾海峡的执法权 中美博弈在台湾这边 这些点上面 博弈的那么的一个激烈 民进党照样也得揣着明白装糊涂 为什么呢 怎么着啊 他要出头 他要出头 他先死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民进党现在连个屁都放不出来 他能说什么 他还得说自己有问题 对不对 确实是啊 抓鱼了 确实是违反了大陆的规定了 为什么这样去讲 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大陆的海警 鱼啊 台湾的海巡啊 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交锋 大家也就明白了 叫民进党现在还是知道 对不对 有些话不能说 装个乖啊 还是可以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大陆的这个海警啊 这个发言人刘德军啊 这个发表书面声明 然后呢 说啊 这个抓捕啊 这个查扣啊 登检查扣一艘啊 非法捕捞的 这个澎湖籍的渔船 该渔船违反 伏计修渔规定啊 在在船底啊 这个在船底托网 禁渔区县内违规托网作业 且使用的网具 远小于国家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 破坏了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的环境 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绝户网 大家都很熟悉啊 一个名词叫绝户网 也就是那个渔网 那渔网的那个网目嘛 然后他那个特别的小鱼 小鱼照样被捞 再小的鱼都得捞进去 然后你说抓大鱼就得了吧 你你让人家 让人家这个海洋鱼类啊 断子绝孙 你这哪行啊 小鱼你又吃不了什么 你非得抓他干嘛 太坏了 台湾的这个澎湖的这个渔民 抓你活该 这叫大陆海警的态度啊 这个刘德军还称啊 期间啊 台湾有关船只啊 试图干扰我正常执法 福建海警依法予以警告驱离 也就是啊 台湾的海巡的船来了嘛 我警告你 你滚蛋 离我远点 大家也都知道那个结果 对不对 台湾的海巡啊 乖乖的说 好我滚 我滚了 对不对 然后台湾的海巡 这个副署长啊 谢庆钦啊 也召开了记者啊 这个记者会啊 表达了一个态度啊 他称啊 这个澎湖籍渔船啊 前一日啊 这个被这个福建海警查扣之后呢 已被带回福建全州啊 全州围头港 船上共有两名台湾籍啊 三名印尼籍人员 海巡署当时啊 这个曾先后调派三艘啊 这个舰艇 然后驰援啊 不过啊 因深入中方的领海基线内 为避免升高冲突啊 停止啊 紧追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派我的海警船了 没有用 对不对 我 我 我们热爱和平 我们害怕 我们害怕啊 破坏了两岸的和平 对不对 啊 不要升高这个冲突 所以说呢 我们啊 停止了这个紧追 对不对 你看 中国大陆的船走的太快 对不对 我 我紧追他了 但是啊 他啊 开的有点快 赶紧他 他跑了 我害怕啊 追到什么大陆的时控时控区 引发这个 这个矛盾升纲 所以说呢 我就不追了 不是说实话 大家也都知道 台湾的海巡 你那点小破船 你管谋用啊 对不对 几十吨机的小破船 你在大陆的海景 那个船面前 您那不是弟弟 您那叫孙子 对不对 孙子级别的船 你撞也撞不过 速度也开不过 设备也不够先进 你在这叽叽歪歪什么呀 你还追谁 追谁 对不对 那为什么 他要这样去表达的吗 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还是把这个事情啊 然后限制在什么呢 限制在这种 渔业上的摩擦 来讨论 然后呢 这个台湾的这个 海巡署副署长啊 他这个还表态 说啊 这次啊 事发地点 确实在中方水域之内 台湾限制水域之外 且非海巡署常态 执法及互于水域啊 这一句话 其实也代表着 其实民进党 他们这些人是明白的 对不对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强调 我还有执法权 你没执法权 现在就是唇打中脸 充胖子 对不对 唇啊 唇唇的揣着明白 装糊涂 没有用 你没实力了 你就让往旁边让让 但是总而言之吧 就是装傻装糊涂 还要所谓的为美国人 当那个看门狗 对不对 要守住台湾海峡的执法权 你守不住 可是呢 你让他去守 他又给你装糊涂 我追了 我没追上 我害怕身高矛盾 我先撤了 因为什么 因为我热爱和平 这就是台湾岛 大家没觉得就是自欺欺人 到了一定的一个程度吗 就所有的事情 他都是违心的那套玩法 对不对 可是呢 这个问题他又解决不了 他解决不了 他继续的骗自己 对不对 美国美国也不帮 台湾的记者还给美国国务院 在那发电邮 对不对 美国人也不帮 美国人也没态度 美国为什么不帮 对不对 帮了之后 美国跟中国一翻两瞪眼 帮你台湾 那大陆就得问 台湾海峡归谁管呢 台湾海峡是谁的地方 你说是台湾的地方 对不对 你说台湾的渔船 想要怎么在这捕鱼 就怎么在这捕鱼 都行 那我大陆在这边 没执法权 我维护台湾海峡的 和平稳定的不行了 是吗 对不对 那行 你说台湾海峡不归我 那咱们就好好的掰扯掰扯 你又破坏了我中国的 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很多的事情没法谈 很多事情得恶化 什么事情得恶化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俄乌的冲突 对不对 俄乌冲突 美国人最害怕的 那个事情就是 这个中国 你千万不能够给俄罗斯 提供武器 你要提供武器 你就大坏蛋 行 没问题 不提供武器 对不对 那俄罗斯啊 是坏蛋 我就想请问一下 也门是坏蛋吗 还是沙特是坏蛋 叙利亚 伊拉克 哪个国家是坏蛋 这些国家都是正常国家吧 那我中国给这些国家 卖点武器呢 谁难受 谁知道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就是啊 美国人现在 痛苦的一个点 这也是啊 台湾这边 赖不及其赖的一个点 但是你赖没有用 你不正视这些问题 没有用 未来还会继续 这样来施压 就是一步一步 实证 台湾海峡 这片水域的执法权 就是我的 我登船林检 是正常态 我抓那些违法乱纪的 那些渔船 那是正常态 就跟中国国务啊 国防部 是个发言人啊 所讲的那个话一样 什么四面环台 三面环台 你民进党未来 你得习惯啊 对不对 这就是未来的正常状态 你得习惯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台湾海峡 你就算是装不装看不见啊 台湾海峡这点事 你民进党 美国就算装弧度 揣着明白装弧度 没有用 接下来还得做 对不对 什么澎湖啊 四周的这个渔船 我也得查一查 那个船啊 有一些违法乱纪的船 我也得扣一扣 台湾岛周边的这些船 我也得查一查 为什么呢 我们热爱这个地球 对不对 你这个用绝护网来捕鱼 你这个玩意 你太坏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大鱼小鱼一起抓 你灭人家鱼类的满门 你们这帮坏人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啊 有本事 你跟大陆顶着来看看 这也就是未来两岸 因为这个事件之后 将如何来发展 大陆绝对不会停 但是啊 你说啊 这是这是啊 这个给这个赖清德施压 算是算是 但是重点的目的是什么 还是中美的博弈 台湾海峡这边控制住了 日本韩国就得 就得好好的啊 讲一些这个中国人爱听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亚欧贸易嘛 亚欧贸易的这个最东色的这个端啊 对东色的端点 那就是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啊 对不对 还是那句话啊 重复一遍 日本韩国的货船向南过台湾海峡 向南到南海 出马六甲海峡 往西奔红海 然后进这个啊 进这个苏伊士运河 进啊 这个地中海 这就是亚欧贸易 现在这个台湾海峡这儿 对 控制住了 日本韩国 你要跟中国自衙是吧 那我们那查一查 查一查 查一查有没有走私的货船啊 对不对 有没有啊 这个违违反这个联合国的规定啊 往一些这个战乱地区运送武器的破船 对不对 都得查一查 什么这个日本韩国的船 不知道是不是啊 有坏人 对不对 打着日本啊 韩国的这个旗号 干坏事 我们查一查 嗯 日本韩国的这个货船 货运 耽误了时间 赔钱的是谁 谁知道啊 不过呢 还是要跟大家多讲一句啊 就是台湾那边未来将如何做啊 今天有那么一个新闻特别的特别的有意思啊 台湾那边的这个这边啊 这个这个绿媒和蓝媒啊都报道了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啊 这个台湾的渔船啊 被大陆的海警船这个广播警告了 因为抓了那个台湾的渔船之后呢 然后这个有一些啊 台湾的渔船还在那打鱼 还在那打鱼啊 台湾那个澎湖那个破船啊 都已经被带回福建了 台湾的渔民 还是啊 这个赚钱啊 不要命 对不对 你这玩意儿哪儿哪儿行啊 你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所以说呢 大陆的海警就警告了一下 你不要命了吗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还不赶快走 对不对 你不要命了吗 必须得说啊 这是啊 大陆海警这个非常亲切的一个慰问的 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自己 不要赚钱 不要命 赶紧回家 回家啊 找找自己的媳妇 找找自己的孩子啊 享受一下 什么叫家庭的这个美好和温馨 你老是在外边打鱼 那么的危险 对不对 出了问题怎么办 所以说呢 大陆的海警警告了一下 然后台湾的这个 无论是蓝煤和绿煤都不得了了 又开始强调了 大陆好坏坏 大陆吓唬我们台湾的渔民了 又开始玩这一套 为什么呢 台湾人赶紧害怕大陆吧 对不对 你害怕了大陆呢 然后的话啊 这个赶紧啊 你投票给我们 对不对 我们要跟大陆来顶 我们要跟大陆来斗 蓝营说的是啊 我们不能像赖情德那样 主动来挑事 我们跟大陆来谈 对不对 大陆也就啊 不会做这种事情了 所以说把票投给我们蓝营 对不对 我们蓝营特别好 特别棒 然后绿营那边呢 就是啊 你看大陆好压巴 好坏坏 对不对 台湾的渔民去打鱼 他还警告台湾的渔民 所以说呢 大家把票投给我们绿营 投给我们绿营之后呢 我们能够跟啊 这个大陆进行对抗 我们要自卫 对不对 我们坚决的自卫 然后的话啊 那那所以说呢 这个事啊 就可以得到未来啊 完完美的一个解决 我们强硬的对待大陆 大陆一点也不强 大陆一点也不硬 大陆不敢打台湾了 对不对 然后最近啊 看到了一些啊 海外的一些自媒体啊 在那儿说啊 这个解放军啊 不想打仗啊 没有人 大陆没有人想打仗 不敢打台湾 所以说呢 大家放心大胆的啊 跟大陆自卫吧 但是大家也可以 慢慢的看到了 这也就是两岸未来的那个趋势啊 就是台湾的内部的蓝和绿 必然要带着台湾人 要仇视大陆 可是呢 对不对 我相信啊 很多的人慢慢都会想明白 你非得要跟大陆叫板 非得要跟大陆叫板 这种恶性的事件 必然还会出 还会出现 那你要不要呢 就是你要不要承受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你跟大陆斗 你斗得过吗 天天的跟大陆喊 喊樱话 那你就承担那个代价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好好的跟大陆来谈 什么什么事都好说 你不跟大陆来谈 玩那种耿着脖子啊 耿着脖子的也挺好 对不对 大陆借着你玩一玩 什么叫中美博弈 控制控制 什么叫亚欧的海上贸易的 这条航线的关键的节点 黄金水道 台湾海峡 对不对 我看一看 谁能说 我大陆一个步子 总而言之吧 这就是啊 两岸未来发展那个方向 总而言之 这个趋势 坐下去 难受的是谁 谁知道 美国人说不出话 台湾那边一顶点 办法也没有 然后的话 还是那句话 国防部发言人 讲那句话 无论是三面欢台 还是四面欢台 未来你慢慢的 你得习惯嘛 这叫常态 大家等着看就行了 好吧 今天这期啊 就来到这了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